都是不完美的 她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很完美的人 现在社会对女人的要求越来越高 又得带孩子又得漂亮 最好还能有一个有收入的工作 还比较体面 貌似什么都得会干 我们不能讲一段婚姻关系 到最终我们带给大家这焦虑 我觉得不会的 而我认为一个女人 不只是好妈妈好太太这样的身份 她首先要是她自己 那首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沈辉心这个角色吧 沈辉心其实就是一个 敢想敢做的女人 有一些人会觉得她原生家庭不那么OK 但是其实我觉得她还是挺幸福 和挺幸运的一个人 她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很完美的人 她身上也有很多缺点 脾气比较急 由于缺乏对社会的认知 缺乏工作经验 还挺自以为是的 就是在演绎她这段人生经历的时候 你觉得有没有哪一段是可以打动你的呢 每一段其实都挺有血有肉的吧 让你觉得是在真真切切地在过这个人的生活 演我爸爸的张成光老师 光哥跟我们有一场戏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会特别地触动 那个感动的点真的是来自于一个父亲的 就真实地表达 妈相信你行的 展开讲讲 不行 因为光哥演得很好 所以我不能在这儿给你讲解 这次跟佟达伍老师合作感受怎么样 我老师我上次跟他合作是小时候 感觉他听到应该会很扎心会不会 我们俩经常聊这个问题 一点都不扎心 每次他都说那时候我也挺小的 怎么说呢 跟达伍哥合作是很舒服的 因为我小的时候第一次拍电视剧 就是跟达伍哥合作 那时候没太没有什么经验 但是达伍哥就对我们都很好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小的时候拍雨青春的时候 有一场呼吸哭不出来 达伍哥可有耐心了 从凌晨两点一直就是劝我 然后给我讲各种怎么应该演这样的戏 然后讲到我就是油言不尽的 等到我凌晨四点一直 非常非常有耐心 我跟你学的一样的专业 受的一样的教育 孩子跟家庭是咱们两个人的吧 为什么一说到工作就得以你为主 以我为次呢 在他这段婚姻和事业过程中 有给你带来什么思考或者说印象吗 还蛮多的 因为沈慧欣啊一开始就是一个 又要抱怨老公什么都不管 不管孩子不管家庭 但是老公插手回来去管了 他又看不上那么一个人 就是他其实并没有给对方展示的和表现的空间 并没有给圣江川去学习怎么处理家庭关系 就是让我觉得放手还真的是挺重要的 不管是跟自己的另外一半相处 还是说将来孩子长大了 跟孩子相处 我觉得放手都是很重要的 有没有要不印象深刻的那种台词呢 他说现在社会对女人的要求越来越高 就是要求你生完孩子立马就要恢复身材 然后要求你能很独立 很好的大孩子同时又能够完善提高自我 沈慧欣在面试的时候 有些时候会遇到面试官经常会问你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个灵魂拷问 他会问你作为一个妈妈 怎么平衡家庭跟职场的关系 也像沈慧欣这种二货 明明需要这种工作职位 还会反问那个面试官 说如果是爸爸呢 你也会问这样的问题吗 女人又得带孩子又得漂亮 然后最好还能有一个有收入的工作 还比较体面 就是得好像貌似什么都得会干 反正我是觉得人的时期不同 年龄不一样 想问题的方式就不一样 可能是沈慧欣当了六年的全职妈妈 所以当她跟孩子要分开的时候 因为孩子要走到一个小的群体里面去了 其实她是快乐的 但是我认为沈慧欣面临的压力是大的 有很多人都会觉得 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孩子身上 我才是一个合格的父母 那手心就没有 但是她一直两边在拉扯 她一边想给盛唐做一个榜样 因为她觉得盛唐是女儿嘛 她希望自己的妈妈是比较酷 比较有力量的 反正另外一方面她又想 我不想全职妈妈的时候能陪伴她那么长时间了 这是她这个人的生活经历 带给她自己的这种焦虑吧 虽然是不停地在争执 在有冲突 但是最好的是最后其实没有让大家那么焦虑 还是一个比较快乐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演员去拍这个戏的意义吧 总要有解决这个焦虑的办法 我们不能讲一段婚姻关系 或者是讲一个女生从全职妈妈到职场的进阶 然后到最终我们带给大家这焦虑 我觉得不会的 我觉得一定是大家会从戏里面角色的变化 看到一些解决自己问题的办法吧 那有没有什么 这你比较认同她的地方和不认同她的地方呢 我没有不认同她 因为沈慧欣自己也说过这句台词 她说人都是不完美的 她在最后的时候也跟她老公说了 她说她也不完美 也有感谢盛江川对她的包容 其实后期很多沈慧欣的 想法跟做法包括 上江川的想法跟做法都是理解了 彼此在自己那个角色领域和这六年做的事情里面的不容易 所以他们最后才会相处得那么好 这部剧算是你值得很久之后回归电视圈的一个作品 就是为什么会选择这部剧呢 刚才我跟你讲的时候你觉得不好看吗 当然不是 说实话我当时看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角色真的很适合你 对啊 当然有了 所以要在这里 那你不许说出来吗 因为这个剧本 它不光是沈慧欣跟盛江川这一对很好看 是每一对 每一段关系都很好看 然后所有人会跟着戏里面的角色 跟着他们的情绪变化 真的去生气 真的去伤心 然后真的去包心 对 我们有些时候说到就是蒋镜那一段 我都会气得要死 包括蒋镜那一段也很好看 就觉得都很好看 看到就觉得 不会沈慧欣是平平无奇的吧 好好好 我来演他 但是沈慧欣也是非常精彩的 对对对 我们就是几个演员之间 反正见了面 就老聊彼此的角色 聊彼此的戏 你那是怎么了 我这怎么了 那你做演员的时候 会担心说 在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 会有之前角色的影子吗 我觉得就是努力做到吧 因为每一次 都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然后你每次去 演一个新的人物的时候 其实它都是一次挑战 你要过别人的不一样的一段生活 你刚刚是不是问我拍戏很搞笑的事情 对 现在想起来 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就是在这 有一天 蒋镜拍戏突然娘娘附体了 他一直站着训我 训我 抱笑是吗 你下去吧 然后我就从办公室里走出来 站在原地一直笑 一直笑 然后导演喊了听以后 全现场一直在笑 导演说蒋镜 你让把盒下去拿 哈哈哈哈哈哈 转捚 在这边 这边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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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